大家好,我是超子 万万没想到吃了几十年的鸡肉 原来这才是最好吃的做法 真是没想到新疆不仅有美丽的风景 还有这么好吃的美食 今天我们就在加复刻这一道新疆特色美食 新疆大盘鸡 首先准备新鲜的鸡腿肉斩成大块 切好以后放入盆中 放入一些玉米淀粉 一小勺盐 加入清水 用我们发财的小手给它捣鼓均匀 这一步可以把鸡肉里面的血水和杂质清洗干净 减少鸡肉的腥味 洗好以后把水倒掉 再用清水清洗两遍 彻底洗净 洗好以后用手早点水分备用 再准备一些香料 花椒 八角 香叶 白纸 白蔻 紫然 二斤条辣椒 准备好的香料倒入碗中 加入清水 简单清洗浸泡一下 洗掉灰尘 香味更容易挥发出来 洗好以后控水备用 小料准备一小块生姜 切成薄片 大蒜用刀拍晕 拍晕即可 不用躲碎 大葱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 一同放入碗中备用 大盘机 离不开土豆 两三个土豆去掉外皮 清洗干净 用刀 奔成大块 切好的土豆 放入碗中 可以用清水稍微浸泡一下 防止氧化变黑 少许青红辣椒 清洗干净 切成滚刀块 再来一点洋葱 切成三角块 用刀拍散 放入碗中备用 材料全部备好 接下来开始制作 在制作之前 我们先打开一瓶 八年的啤酒 起锅 锅烧热 放少许油 先用油 润满过的全身 放入八粒冰糖 先炒一个糖色 先开大火把冰糖熬至融化 冰糖融化以后 改开中小火 糖也熬至枣黄色 冒密集的小泡石 放入洗净的鸡块 这个时候 改开大火快速煸炒 使糖也 均匀地裹上鸡块 放入刚才准备好的香料 葱姜蒜 开大火煸炒两分钟 把鸡块的水分炒出来 鸡肉炒至收缩 经过这样煸炒以后 鸡块炖出来不仅好看 而且味道会更香 期间可以烹入一点醋 这样鸡肉更容易炖软烂 还可以去除肉的腥味 再放入一小勺 红油炖板酱 把炖板酱炒出香味 做出来 颜色红润 味道好 再沿着锅边 烹入一点生抽酱油 提前提味 倒入八粒的啤酒 酒不够 水来凑 再加入一些温水 或者热水 开大火烧开锅 开锅以后转开中小火 炖12分钟 时间到掀开盖子 满无飘香 把葱姜蒜夹出来 放入准备好的土豆 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 胡椒粉 少许蚝油 用勺子搅拌均匀 是调料化开 再开中火炖10分钟 把土豆炖软烂 鸡肉炖入味 炖至土豆用筷子能掐断 就可以了 随后再放入准备好的 青红辣椒和洋葱 开大火再炖2分钟 把辣椒炒至断生 汤汁收紧一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几样食材的下锅顺序 就这样 一道超级下饭的 新疆大盘鸡就做好了 鸡肉入味不腥 土豆 软软不散 辣椒比率脆爽 汤汁用来拌面拌饭 那真的是太香了 学费的同学点完赞 动机手来 舍坐一下吧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